我们GTV啥没干 一分钱没拿着 手续费给他付了700万 你说还有这个抢劫的吗 你说那当年的G币 一分钱没拿着 给他付六七百万费 钱还在那儿跟你hold着 就所谓的GIF 青藤你们可能南极宝宝 你们都买了 钱在那儿跟你hold着 还不让你回去 还你还拿手续费 你说这什么王八蛋 Scribe 拍票全是这样 这是为啥咱们能诞生HP 我说我一定 我要让我们的痛苦 不再发生到世界任何人身上 你们没看明白咱多伟大 说他抵了二十四 是咱功劳跟他毛关系没有 因为这不是现在不到时候 咱这个力量还不到的 咱的力量出现 他就没了 下一步的H贷款 H抵押 H存款 那不就秒杀他吗 是吧 HP的全是这些时候 你凭什么用 用你PayPay 为啥不用HP 没有任何道理 资本的亲爹就是利益 利益的儿子和亲爹就是钱 所以说HP他牛到啥程度 那么说到美国经济的时候 现在你看到PayPay是什么 是他预期利润大跌 推特盈利太差 而且Facebook的成本 一下子骤增了几百倍 所谓的元宇宙 咱不知道发招 盖特在哪会给他发招啊 盖特针对他的发招 是盖特Pay 盖特B 上级以后 guided vision 这几招出来 没有人打得住 为什么 咱没有原罪啊 Facebook的预期里边 所有风险吸入 历史最高 就受到的诉讼最高